写作业,看课外书,玩几股传花小游戏,正值暑假的湖南华融县实验小学来了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是被安置在此的受灾民众的孩子。 自7月5日下午,华融县团舟院洞庭湖低段决堤以来,受灾民众全部被转移至县城的各个安置点。 作为六个安置点之一,华融县实验小学已接待1500余名受灾民众,其中有不少中小学生。 为此,实验小学对学校阅览室进行改造,开设爱心学堂,并组织老师辅导孩子们学习。 华融县实验小学教务主任朱孟瑜介绍,爱心学堂开放时间是80至18时,每天会安排四名老师值班,根据老师们的教育专长和特点,开设相应的课程。 休息时间还会给孩子们发放免费的零食水果,组织集体游戏,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放松。 如果说我们不对孩子们进行安排,以他们这个孩子们本身活泼好动的这个天性,它是肯定非常枯燥,我们现在的这个初衷就是要把这个阅览室成为孩子们在这儿居住期间能够自发地过来,在这儿度过的日常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场所。 所以说现在也是我们达到了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来自团州乡团圣村的易嘉诚,是爱心学堂的首批学生之一。 14岁的他每天都会在学堂内写暑假作业,并预习下学期课程。 因为我是初一生初二,然后这边的老师基本都是小学老师嘛,然后我就请了一个大学生,他非常的专业嘛,然后教得非常的好,也会非常有耐心地告诉我那些东西倒是怎么解的。 然后我们这里学习的话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又非常期待在我们上学时学习成果,可以把它展现出来。 今年19岁的刘静芳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灾情发生后,他积极报名成为志愿者,协助灾区物资的清点和分配工作。 在得知实验小学安置点人手紧缺的情况后,刘静芳第一时间来到这里,利用自己的专业成了爱心学堂的生活老师。 主要的是因为灾区的小朋友他各个年龄阶段的都会有,然后我们主要是在他们阅读书籍的空闲的时候, 带他们一起做一下,做一些小游戏之类的,也是可以起到安抚他们的情绪,同时也能学到一些知识,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吧。 我心里想的是,作为华人文的一份子,在家乡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想过来为家乡出力。